观众朋友您好 大家晚安 欢迎您收看光严健康原地 我是光严社的义工李孙明美Michelle Lee 在今天和您共度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这个光严健康原地主要是来探讨一些有关于健康营养 还有疾病如果怎么样的医治 如果疾病得到医治之后呢 有一些非常感人的见证 我们的节目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已经受到我们Houston地区广大的观众朋友的欢迎 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快要到了中国的新年 今年是马上是阳年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向观众朋友拜一个早年 我们大概还有两个多礼拜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跟您拜一个早年 祝您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健康愉快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精彩 因为是这个要到过年了 所以呢我们通常在过年之后大家吃年夜饭 然后吃了很多的食物以后呢 哎呀这个胃就很不舒服 然后呢体重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呢请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 而且非常有经验的中医师 来跟我们今天谈一下中医饮食的艺术 那我们这个中医师呢是刘青川中医师 他是在这个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之后呢 已经行医了33年的时间 到美国了在这个中医的这个职业呢 也有27年的时间 现在在Houston有自己的诊所 叫做泰康诊所 也有23年的时间 地点是在这个Wise Tammer和Derry Ashford 这样子的一个location 那他的病人呢有很多的美国人 也有少数的中国人 通常呢是用针灸 还有这个中药的这样子的医疗法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请到刘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刘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里呢因为杨莲马上要到了 现在给大家拜一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还有喜乐安康 是 谢谢 谢谢您的这个祝福和问候 那好 我们就很快地进入到正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是非常的精彩 我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讲到这个 中医饮食的艺术 那我们现在就是现代的现代人 有很多不同的饮食的习惯 那尤其是来到美国的华人 我们发现中国人和这个美国人呢 在饮食上面有很大的不同 可不可以请你用一个这个中医师的眼光 一个角度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饮食方面的习惯 好吗 可以啊 这个讲到这个主题呢 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就是和美国人在长 中国人也是很讲究吃的 中国是吃的文化 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重视吃 但是在美国来了以后呢 很多中国人都已经变成美国人的吃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lice 可以吗 那我们看看 就是说我们比较一下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你看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吃热的 美国人呢喜欢吃冷的 然后中国人肉呢不是吃一大块大块的 是用肉片来吃 美国人呢是肉排 然后整个把肉当成了主食 一大块 对 一大块当成了主食 我们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面 薯类 瓜类的 但是美国人的主食是肉类 然后呢中国人喜欢把肉拿来蒸煮 美国人喜欢油炸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拿来炸 还有现代人 我们老祖宗吃饭的时候 我们古代的时候都是要慢慢的品 品味一下 品味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怎么吃的 狼吞福宴 是的 是的 这个主题前几天 那个观言社的那个红兵告诉我的时候 我一下第一件事情 我说对 过年了应该怎么吃 我一下就想到我儿子 他吃饭的时候 就说边吃边看手机 然后边吃边看电视 还有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 包括我有时候也边吃饭边看报纸 我就在想 我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健康的 不科学的 他们说理论是老几千年的事情了 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 大家都是这样吃 但是我就发现 现在我们就是用这种吃法 然后我们吃出了很多毛病来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就是给大家 就是说讲一讲我们老祖宗 总结出来几千年的经验 是告诉我们吃 是怎么吃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吃 哇 这个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 对我们会有帮助 因为就像您讲到 现在自从手机开始流行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低头族 每个人都是 可能有一大堆人在一起 但是每个人都不是互相注目的 都是在看手机 看电脑 所以也常常看到真的是吃饭 像我们自己的小孩 年轻人也都是 一边看电脑 看手机 然后一边狼吞虎咽 所以您是不是今天来跟我们讲一些 按照这个古代的一些的 这些等于说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也就是一个吃的文化 那有哪一些的精髓 是您可以来跟我们讨论的 好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讲中医吃饭的食物要三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老祖宗怎么教导我们的吧 那我们有一本书叫《老老横言》 上面有一本它上面讲到食物有三化 一化是火化 就是慢煮 这个就是 然后什么叫慢煮呢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说 食物要通过消毒 要通过煮 然后帮助它把细菌啊 病毒啊那些杀死了以后 并且这是主要的 保证了这个饮食的卫生 还有呢 就是尤其是那种什么鱼类啊 海水产类啊 这一类的东西 还有某些蔬菜 他们都含了很多 古代啊都没有 卫生状况没有那么好 通过这个慢煮呢 把我们的 就是说防止了很多 就是传染性的 病虫口入的那些疾病 那些病毒啊 杀死了以后 细菌杀死了以后呢 保证了我们的饮食卫生 这是第一个 就是火化 第二个口化 就是细脚液 什么叫细脚液 就是我们要细脚蔓延 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究的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狼吞辅厌 今天我们的重点呢 就是要讲这个细脚蔓延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不主要讲 第三一个就是浮化 浮化呢 就是我们脾胃的功能 我们食物通过我们的口 就是消毒了 然后到了我们的肠胃道 消化了 最后它才变成精维物质 然后进到我们的全身 所以这个孵化也是通过 它就讲到了胃肠道的消化功能 因为所以综于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我们先天之本是肾 肾为先天之本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生下来以后 我们的体质强不强壮 这是父母给我们决定了的 但是我们生下来以后 我们身体好不好 是我们的脾胃功能决定的 所以说中医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医的这个食物的三化 当然我们重点呢是讲 我们什么叫口化 就是第二点 口化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 就是把它煮熟 就好像我就刚刚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广东人常常薄汤 一薄就是好几个小时 然后非常好吃 所以这个就是火化的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例子 对 火化的一个例子 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因为最近就是说 卫生部 中国卫生部的那个 卫生防疫检测部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在我们中国人的体内 就是我们现在饮食 已经在火化了 就是说要通过煮熟了 大部分煮熟来吃 就是这样 我们身上的寄生虫 有60多种 并且感染这种寄生虫的感染的 感染率是二分之一 中国13亿人口 有7.5亿人感染 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 所以第一步的火化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那么我们再讲讲 第二个口化 口化 什么叫口化 那么食物是从我们嘴巴 进到我们食管 然后再到我们的胃 什么叫口化呢 就是我们就是讲到在居角 我们说的那个通绪一点 就是细角蔓延 刚才我们讲到了 我们老祖宗讲的 那个食物的三话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清代食尘全 又告诉我们另外一句话 就是说盖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盖细角 这食之精华 能滋养五脏 一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总之来说 我们细角蔓延 食物的精华物质 才能够滋养我们的五脏 就是我们吃出来的东西 才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才能变成营养素 去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 然后我们身体才能够健康 这是第一点重要的 为什么要讲细角蔓延 第二就是说我们细角蔓延了 脾胃才容易消化吸收 如果我们不通过细角的话 脾胃不能消化吸收 第三一点 就是我们细角蔓延了 不会被东西吃来噎住 也不会产生枪到气管去 对 尤其是小孩边哭边吃边笑 父母就把食物给他塞进去了 这是一种unccident 这是古人从宏观的角度 那我们现在就学到了这个古人的这个 我们这个有三话 那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的分享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光颜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是非常精彩的主题 是有关于中医饮食的艺术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我们要吃年夜饭的时候 我们在饮食上面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刘青川中医师 刚刚在节目的前一段 已经跟我们分享到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长生的秘诀 就是有三话叫做火化 口化和复化 那刘医师 那我们现在在您刚刚是讲到 就是说在这个口化的时候 我们要细嚼慢咽 所以这个阻诀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给你再 请你进一步的再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好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 先来看一看我们唾液 因为食物在我们的口腔里呢 是要产生唾液的 当我们狙角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看唾液有什么作用 唾液 我先讲一下唾液吧 唾液呢 中医就是讲叫金金玉液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金金玉液的穴位 它还真的有两个穴位 就在我们的舌下 我们看看那个图 在我们的舌下 在我们的唾液线那里 就是我们金金玉液的大概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舌下 它就分泌很多唾液 那么唾液 当我们狙角的时候 唾液有什么作用呢 在我们消化的过程中 第一它是有一个消化的作用 因为唾液它有消化酶 所以可以帮助消化 第二唾液里面有溶菌酶 它可以杀一些细菌 所以在我们古代 我们老祖宗 有些时候被文丁虫咬了 用口水查一查 是 我们觉得好像不卫生 但是其实它是有道理的 有科学道理 因为它有溶菌酶 然后第三一点 它可以润滑和助烟 因为唾液它是清晰的 是液体的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 食物的润滑 不是觉得太干燥 然后帮助我们吞到食道的时候 它比较顺利的吞下去 并且它也有清洁的作用 因为唾液的溶菌酶 可以清洁食物 也可以吸食食物 它有吸食的作用 也有杀菌的作用 还有免疫的作用 因为它杀菌增加了我们 并且它有免疫球蛋白在里面 所以它有杀菌的免疫的作用 也有抗癌的作用 为什么有抗癌的作用呢 下面我们还具体的讲 因为长期的那个唾液 它可以帮助食物顺利的滑下去 不擦伤我们的食道 和支气管 所以长期的磨损就容易产生恶变 这是我们后面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 那么既然唾液有那么多好处 所以细脚蔓延 因为拖液在里面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要细脚蔓延 为什么要做到很好的口化 我们在这节目当中 现在这个时段可以接受您的call in 如果您有任何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可以请您及时打电话 到281-498-0109 可以直接来请教刘医师 好 刘医师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这个细脚蔓延的好处 好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slice 细脚蔓延我们刚才说了 拖液可以帮助消化 那么细脚蔓延就是可以帮助消化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食物通过口腔的拘角 在这个拘角的过程中 它让食物变得更加软化了 也让拖液 食物和拖液生成了一个拖液淀粉酶 这个拖液淀粉酶是促进这个消化的主要的原动力 所以它能够帮助消化 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充分的 充分的狙角 不细角蔓延的话 那我们的食物不能够得到大量的消化 浪费了很多营养素 会产生营养不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拖液 它的溶菌酶起到了杀菌的作用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是第三点 它可以减少胃肠的负担 为什么呢 因为食物通过我们细角蔓延了以后 它把那个食物变得更小了 那么胃肠在消化的时候 它就少了一些负担 所以它帮助胃肠的 减少了胃肠的负担 第四一点比较重要 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平时想不到的 就是要延缓餐后血糖的水平 为什么就是细角蔓延可以延缓餐后血糖的水平呢 因为我们的食物进到我们的那个胃的时候 15分钟以后 它才达到血糖 它才达到一个高峰 才上升 然后到了30分钟以后 血糖才能达到最高最高峰值 所以就是我们吃了食物 要差不多30分钟以后 我们大脑才能够得到一个反馈 它达到峰值了 大脑才能得到一个反馈 告诉我们 就说吃饱了 然后它就有一个饱足感了 让我们死路当 但是我们狼吞腐宴 吃下去的东西 还没有达到高峰 它就又继续地吃 对 所以狼吞腐宴就容易吃多 就容易肥胖 对 血糖就一直 没有控制好 所以长期吃我们糖尿病的 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关键的作用 就是我们狼吞腐宴 没有细脚蔓延 所以它能够 细脚蔓延可以延缓 餐后血糖的水平 还有第五一点呢 就是说细脚蔓延可以减少胃的索热 和胃食道的反流 因为我们快速地进食以后呢 这个导致了胃酸倒流 因为就是我们给它那个压的 胃压得太多东西了 它消化不过来 压力太大 那么胃酸就要过量的分泌来消化它 所以并且产生了一个胃所忍 有些人说吃了就是心烧心 是不是 吃东西吃多了就会烧心 就是原因都是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了 会影响我们胃肠队的消化 所以大量的食物不能被完全的消化 所以就能够诱发很多疾病 所以胃食罐反流那些 这也是我们狼腾敷厌引起的结果 第六一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预防口腔的疾病 为什么说它可以预防口腔的疾病呢 因为我们在细脚蔓延的时候 充分地产生了很多唾液 精精育液的分泌 它是有很多消化酶 消化酶也含了很多免疫球蛋白 所以它可能帮助杀菌和预防口腔的疾病 第七一点就是润滑和助烟的作用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可能帮助联膜 更好的把食物送下去 尤其是肝硬化的病人 还有就是说我们做了化疗 放疗以后 就是说食道比较wake 就是说尤其是在上半身的那些放疗化疗 它已经引起了它的粘膜的破坏 这种我们如果使劲地囊腾敷厌的话 就会产生划破 进一步加重病情 这也是很不好的 还有就是说我们说 就是说细脚蔓延可以抗癌 可以长寿 我们中医有一个气功有一个就是说术语叫赤龙脚水 就是用舌头在口腔里面转 在尺外转一转 把它产生的唾液慢慢地淹下去 说这个金金月可以滋养五脏 但是我们囊腾敷厌的时候 有没有唾液 就不会这样 不会产生那么多唾液 因为这个唾液 它一个是它让慢慢吃 让食物的温度下降了 不会烫到我们的舌头 不会那个 像我记得 有一次我去吃那个什么 生煎包 里面有水 所以很烫 一口咬出来 舌头受不了 如果我们囊腾敷厌了 你想想能够胃受得了吗 一定会受伤我们的胃的 所以这种都会长期反复地这样被受伤的话 就会细胞 口腔食道的细胞会产生癌变 还有就是第九一点 就是我们要增强记忆力 就是吃 慢慢吃 不要囊腾敷厌 可以增强记忆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居脚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 食道 还有我们面部的肌肉 都在活动 这种活动呢 给大脑呢 产生增强了大脑皮层的功能 产生了一种反馈 然后这种反馈 刺激了我们脑部的血循环 然后帮助了 尤其是提高了 增强了我们记忆力的部分 哇 那太棒了 所以慢慢吃不光是吃得健康 还有增强大脑 对 然后当然了 我们知道了这种居脚呢 可以让面部的肌肉得到锻炼 活动 所以活动了 让这些肌肉活动了 它的肌肉就贴死了 美容了 我们肌肉就不会松弛了 所以也可以美容 还有中医啊 还有一点啊 就是顾齿 就是说中医说 齿为圣之余 所以我们的牙齿啊 牙齿强健的人 它的肾气是很好的 而肾为先天之本 是长寿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如果我们 就是说经常反复的居脚 又见了齿 中医的气功 有一个练功的方法 就是扣齿 长寿 就是这种轻轻的扣齿 每天有时间的时候 轻轻的扣齿50下 然后刺龙脚水 让舌头在齿外转几圈 产生的精液 慢慢的吞下去 是气功长寿保健的一个办法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美容固齿 也是 这是在我们细脚蔓延的一个功用 所以除了我们在吃的时候 细脚蔓延就是平常 如果说坐那边没有事情 我们就可以轻轻的扣齿 或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轻轻的扣齿 这样子我们的面部的肌肉 就会有这个锻炼 这样子的话 可以美容 不会让你的肌肉松弛 面部肌肉垮下来了 所以这口话有这么多的好处 对 还有一点呢 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注重 我们的饮食质量 因为我们细脚蔓延 然后我们慢慢的吃 慢慢的就是会吃到 你桌上的食物的精华 就是说不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既享受了美味 也让我们的食物更好地消化了 不能够变肥胖 哇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这个口话 就是说现代人 这个很匆忙的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 来品尝我们吃 这个每一天在用的食物 这样子细嚼慢咽 实在是不但有像刚刚 刘医师说的 这么十一种的好处 而且呢就是 当然我们女性就特别观众 这个会美容的效果 好 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我们再继续下面 有关于中医饮食的艺术 马上回来 谢谢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光严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呢 是非常精彩的这个主题 是有关于中医的饮食的艺术 那我们请到的是 刘青川中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刚刚在前面两段 已经谈到非常精彩 是有关于这个火化 口化 还有这个复化 那刚刚刘医师 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 这个细嚼慢咽的十一种好处 那我想这个节目完了之后 回家就要好好的来实行 要细嚼慢咽 好好的来品尝我们 每天的食物 这样不但是能够美容养颜 而且增进这个身体的健康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刘医师 跟我们讲一下 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您可以推荐给我们 是特别有营养的价值的 特别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好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个红薯 为什么想到这个红薯呢 因为我有很多病人 经常我告诉他们 我们第一个要想长寿 要想少生病的话 就是要从隐私开始 因为脾胃 我刚才讲了反复强调 中医说脾胃后天之本 我们要吃得健康 因为我发现在美国 我们早上早餐 我不知道主持人 您早上是吃什么呢 我早上我就觉得我还挺健康的 明天早上来吃一个那个蔬果汁 有这个木瓜 还有香蕉 然后加一点那个 skim milk 然后打一打 就这样子喝 但是好像是不是有点太寒了 是不是 对 吃这些呢 果汁是不错的 因为看你说的来 就是各种营养都有 但是呢太凉了 如果是有些人 你就千万不要加冰块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没有加冰块 还有呢就是说 为了保证我们早上 那你在喝之前 最好应该什么 吃龙嚼水 这心灵刚刚讲的 对 用舌头在嘴巴里面转几圈 嘴巴里面转几圈 然后把那个唾液慢慢吞下去 滋养我们的五脏 因为唾液真是 它是滋养我们精髓 是我们食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精髓 用气功的角度来说的话 所以你可以先细 不要细嚼蔓延 因为你的那个 就没有达到细嚼蔓延的效果 是的 我就这样子一下喝下去了 好像 那您有什么样的 长期这样吃是不行的 偶尔这样吃一吃也挺好 但是我中午和晚上 还是就是说是正常的 那就不错 有细嚼蔓液 就可能没有太细嚼蔓延 但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以后要回去了 不会再看报纸了 对对对 我们大家都要 就是说大家都要注意 其实我在这里讲吧 我也道理都懂 但是让自己做起来是比较难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 那您刚刚讲到那个 关于红薯方面 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的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 我们早餐吃什么 因为病人说早餐吃什么 然后我就想到红薯 因为红薯是一个 非常健康的饮食 并且现在研究 红薯是比较全方位的 就是说一个营养品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把红薯的那个 作用介绍一下 红薯的营养价值 第一个就是可以抗癌 第二个呢 有益心脏 第三一个抗糖尿病 延缓衰老 减肥 还有预防废弃肿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红薯为什么可以抗癌 红薯呢 因为它含的有很多维他命 尤其是贝塔佛罗布素 贝塔佛罗布素是 维他命A的前身 所以它还有维生素C 还有含液酸也含得很高 所以它也很有高纤维 这种高纤维 可以帮助我们 肠道运化得更好 而这种维他命B啊 那些都是抗癌的一种 很好的营养素 第二个就是说 它对红薯有益于心脏 因为红薯含的钾 就是说我们是 还有它的贝塔佛罗布素 B3 维他命C B6 都是很好的 就是对心脏 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还有呢 红薯可以预防废弃肿 当然我说对心脏 红薯是什么颜色呢 红色的 中医说的红色入心 所以你就是不要讲 它的那个什么 维他命啊那些 它都是只要红色的 都对心脏的保健有好处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有看到一些紫薯 白薯 红薯是有了 但是这样子的颜色 就是 它们都是 有什么营养素 对 就是说它们还是没有 它们的营养价值 还是没有这个红薯高吗 没有 紫薯白薯 还有一般的 都每一种颜色 它有它的 中医说的硅金 就是说入胀 像红色的呢 如果红薯如果是红色的呢 它对心脏比较好 入心脏 如果是它皮色是黄的 那么对脾胃比较好 它健脾比较好 如果是紫薯的话 你要是红的发脂嘛 对 那也是对心脏比较好 红的发脂也是 对 并且紫色的东西 现在已经研究了嘛 紫色的东西抗癌效果很好 抗氧化效果很好 所以不管是什么薯 就是说都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 所以我们在 这里我主要是要讲一讲 就是说红薯为什么可以 对预防废气肿有好处 因为就是说小薯的研究 因为我刚才说了 贝塔佛罗布素是维他命A的前身 然后在动物实验发现 就是说维他命A含量高的人 它就不容易就是废气肿 而往往废气肿的抽烟的人 维他命A体内的含量都比较低 所以呢 尤其抽烟的人 就是说有过废气肿的人 所以要多吃红薯 还有就是说红薯还有抗糖尿病 为什么红薯可以 对它不是甜甜的吗 对 就是说但是红薯它这个甜 它是自然的甜 他们有人做了实验 就是说它也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糖尿病的人 它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都有降低 但是吃了红薯 四周以后 它的那个胰岛素 就血中的胰岛素下降26% 六周以后要下降60% 也就是说它可以减少胰岛素的负担 所以它可以就说 因为我们糖尿病就是胰岛素 overwork了 对 它工作的不好 所以它不能够控制血糖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食物 对对对 并且红薯我们刚才说了嘛 因为它含了大量的纤维 所以它可以帮助什么 消化 减肥 减肥 哇那太好了 并且它的那个纤维素呢 它没有脂肪 红薯是不含脂肪的嘛 所以它的那个呢 就是说又没有脂肪 所以它的那个纤维素 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 它既有热量 然后就是说热量低 然后又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 好像以前有一个印象 是不是这个就是说 属于这个红薯啊 或者是地瓜这样子的 是好像淀粉值会比较高 不是这样子吗 对 它是含了淀粉比较高 所以呢我们都不能够 就是说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吃得过多了 说吃锅多了 天天吃红薯 天天吃好几个红薯 对 那就会烧腥呢 有的人就说我吃了怎么会产生烧腥呢 因为它含的糖分高嘛 所以它胃酸 就是说产生的胃酸可能会高 还有呢红薯我们要注意吃的呢 就是要注意不要和那个柿子一起吃 因为冬天又是吃红薯的时候 又有柿子也上市了 所以我们家就有好几个人都喜欢吃柿子 所以我们要注意了 吃红薯 因为柿子吃了容易得结实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对好像是 它的那个柔酸和那个就说和那个红薯的那个糖分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更不好 所以我们如果你要吃红薯 要吃柿子 你要相互间隔四到五个小时 再吃就可以了 OK OK 还有红薯呢 它因为缺少蛋白质和脂质 所以呢 我们最好要和蔬菜搭配到一起吃 就是说我们蛋白质脂肪和就是那个淀粉要混搭配 这样呢才能更要健康 并且呢 还有最好的红薯呢 要在早餐和午餐吃 因为红薯 为什么要早餐和午餐吃呢 因为红薯呢 它已经含得有钙 所以呢 身体在消化钙的时候 会就是 会产生我们很多能量 尤其是在日光 比较充足的时候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虽然说很少有钙 但是我们有日光才能够促进钙的吸收 所以在晚餐吃的话 我们其他的食物也含得很钙 它影响了我们其他食物的钙的吸收 所以最好在白天的时候 就早上 就是早餐或者是午餐 让有这个阳光的时候照射 能够增加我们的钙的吸收 所以这个对骨质疏松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 所以红薯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个可以多吃 那是这样 像我自己 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补上 那我想我看 我从今天以后开始 我这个早餐的习惯要改了 可能就是把这个蔬果汁要放在晚上喝 然后到早上的时候 可以减肥 对 吃这个红薯 那这个红薯的话 好像 像我自己的话 我除了放在烤箱里面烤一烤 好像没有其他的做法 您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呢 在红薯方面 我们四川人呢 比较做小吃 我们现在在四川餐馆期 你可以都可以点到一个红薯饼 红薯饼 对 那个是非常好吃的 因为特别简单 所以呢 我在家里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家 我是四川人嘛 所以也比较喜欢吃红薯 然后呢 就是我就是弄了一个红薯芝麻饼 红薯芝麻饼呢 是不放糖的 外面的红薯啊 因为红薯已经很甜了 对对对 因为它已经很甜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我们红薯芝麻饼的材料吧 太棒了 那个照片就是红薯芝麻饼 做出来还蛮漂亮的 对对对 好你看我们那就是红薯或者是纸薯 或者你说的白薯都可以 就是说大概吧 这个都是我自己就是说 一一磅半 两磅半 然后呢 糯米粉 就是我们买的棒桩的糯米粉 不管什么牌子都可以 一棒桩 然后呢 芝麻吧 你可以用黑的 也可以用白的芝麻 都可以 然后或者是你 加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外 那芝麻是裹在外面的 然后呢 就是黑桃 我这个呢 就是和外面的红薯饼不一样 就是加了芝麻 芝麻外面都可以加 就是黑桃 那个黑桃不一定全是用核桃 你还可以用其他的干果 就像纳子 对 纳子 或者葵花籽 尤其是我们家里有孩子的人 他们都要吃的好吃 才吃你的早餐 要不就是塞瑞泡冷牛奶 对 这种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我们当母亲的 可以把这些纳子都可以换的 把那个黑桃切细了 然后先把红薯洗干净 我都不打不削皮 你就放在水里 把它放在水里煮 把红薯煮软了以后 把它 然后煮软了 让它稍微凉一下 煮软了 你就把它挑出来 让它不要泡在那个红薯的水里面 这个样子呢 它的水分不是太多 然后你都把它拿出来 一下那个皮就剥掉了 皮就剥掉了 对 不用再削皮 当然有些时候 说皮也是比较营养的 它含纤维 所以你也可以就把皮 和到一起 用勺把它压烂了 压烂了以后 然后你就再把那个 糯米粉倒进去 糯米粉倒来和到一起 就是和到一起了以后 有些时候 你觉得比较干 你可以打一个鸡蛋在里面 蛋白质也有了 是不是 纤维也有了 蛋白质也有了 然后你再把那个核桃 再把它切细了放在里面 或者其他的辣子放在里面 然后把它搓成一个汤圆形状的 一压 搓成汤圆形状了以后 你就放在芝麻里面 放在一个 弄一个碗 滚一下 然后一压 放得扁扁的 用一个锅 少放一点油 然后把它煎了 一面煎了 再把它翻过来煎 煎黄了就很好吃了 那真的是很好吃了 这是非常鲜的一个 您在货的时候就是说 如果水不够的话 还是可以用那个红薯 煮的红薯的那个水 不用 千万不要 这个就是说 因为你糯米粉太多了 糯米它是健脾味的 但是吃过多了 有伤脾味 所以小孩和老人 你要注意 所以这个呢 我就说你早一点 把红薯从那个锅里面 趁它还是刚刚煮软了 就把它拿出来 所以就直接那个干的 对 把它压 就把糯米粉 把它压了 如果你还觉得太干了 你可以打一个鸡蛋 但是一般货出来的话 都不会太干 如果你说我今天晚上 你头一天晚上把它做好 放冰箱 第二天早上把它拿出来一货 它冰箱就把那个水抽了 抽了那个就是不会沾手 如果是在粘手 你可以放一点水 哇 这听起来都非常的可口 并且很简单 是穿的这个小点心 这个听一听讲起来 那我们就真的是可以 我们也有这个recipe 红薯芝麻饼 谢谢这个刘一帅 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食谱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光严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讲的是非常精彩的 中医的饮食艺术 我们请到了刘青川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刚已经跟我们分享到 有关于红薯的这个好处 也介绍了我们怎么样做 做这个红薯饼 因为新年马上就要到来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的 最后一个段落呢 请刘一世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些 好吃又健康的 但是又简单的这些年菜 那我们的节目也接受 观众朋友的call in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打电话281-498-0109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可以直接请教刘一世 好 那刘一世 我们刚刚讲到 哇 那个非常可口的这个红薯饼 虫薯芝麻饼 你也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个recipe 这个食谱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有一点这个红薯芝麻饼 还有没有其他的菜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可以啊 我最近我就一直想 过年了我们连夜饭 可能不管是北方人 还是南方人 都喜欢吃一个团团圆圆的八宝饭 对了 那个我最喜欢吃了 但是就是有点胖 就觉得又太甜胖 对 我也是 我也是喜欢吃八宝饭 就是因为它那个糖太甜 有一天我就看到 买了一个梨子 后来我就说 这个八宝饭做得来 如果是不放糖就好了 你看这八宝饭 看得就是很漂亮 因为它有很多纳子在里面 那么我们后来我就想到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梨 来代替这个糖 所以那我因为梨啊 中医是说它是白果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就是把这个八宝饭 用糖 去掉糖 用梨来代替这个糖 哇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 梨有什么好处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lice 我们来讲一讲 中医说的梨是身经润燥 身经润燥 然后清热化痰 因为北方 不管是北方或南方 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有梨 然后还有结酒 所以梨啊 它因为富含丰富的维他命C 又是低热量的云氧水果 所以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我们感冒 都要拿梨来 对 来润吼 来润吼 对对 是不是放冰糖 蒸来吃 所以我就想到梨 既然它可以蒸梨来吃 然后治疗感冒 那我们把梨放在八宝饭里 也许也是不错吧 真的是太有智慧的 后来我就试了一下 我一试下来了 特别好吃 并且它有一个果香 果香味在里面 哇 那太好了 好 现在我们先稍等一下 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想要请教您一个问题 这位观众朋友请您发问 刘医师在这边 Hello 哦 挂掉了 好 对不起 那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 那我们就继续讲我们的八宝饭 那么八宝饭可能 各个地方的吸取不一样 八宝饭的做法不一样 但是呢 头一个工序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需要用糯米 先要把糯米蒸熟了 所以呢 糯米蒸熟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个糯米 把它泡在水里面 泡一个晚上 你泡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橘子 我今天就带了两个橘子 把这个橘子皮包下来 刚好冬天又有这个橘子皮 一定要种 哇 你这个好可爱 因为冬天我们都干燥 都容易咳嗽嘛 还是大的橘子皮 可以啊 因为我家 你的大的吃完了 所以只有小的 好可爱 那小的你就用小的嘛 大的呢也可以用大的柑橘嘛 是 柑橘就中医说的是 行气化痰的 是 然后你就把它剥下来 泡在水里面 泡温水 然后把那个糯米也泡在水里面 所以就是糯米泡在水里面的时候 加上这个橘子皮一起泡 对 把那橘子皮一起泡 泡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 你就可以把那个糯米拿来蒸熟了 糯米蒸熟了 那这个梨把它切细了 且把它那个皮削掉 然后把它中间的芯拿掉 是 就可以切成小丁 切得越细越好 然后本来糯米是蒸好了以后 要放油 猪油和糖混到一起 对 先把糯米准备好 但是我们这个就不用那个了 你就把梨切小了 和那个糯米等它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就把梨混到一起 然后那个油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cocoala自我油 用cocoala自我油 或者是橄榄油 混到一起 这是糯米准备好了 那么第二个 我们就把它再用一个橘子皮 这个橘子皮泡了水 那个水就不要了 再用一个橘子皮 我们把它切小了 切成小丁 也混到这个糯米里面 你到时候蒸出来 就有一个橘香味 又是梨子 还有橘子 还有橘子 你吃了一定不会生糖 然后一点糖都不加 一点糖都不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干果 你看我们的那个recipe后面的 那些干果里面 有那个冬瓜仁 冬瓜仁你可以 它就是蜜饯的冬瓜仁 它已经有一些糖分了 还有呢 我们用的那个就是 蔓越莓 还有那个葡萄干 这些都是甜的东西 对 所以还有枸杞 都是 我看您这边还有红枣 红枣 对 都是甜的东西 所以你把这些加进去 然后再有梨的味道 它就已经很了 然后最后 这些东西你可以加很多 你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但是有一点 我们大家都喜欢用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 那个白的那个 我一下记不起来 莲子 莲子呢 一定要先煮 一定要先把它煮熟了 其他的就不需要再煮 然后把莲子你就摆盘了 就把它盘 摆盘 对 先把那个碗 周围弄一点橄榄油 因为最后要翻过来 所以先要涂一层橄榄油 然后呢 你就开始摆盘 你想摆成什么样子 然后有些说我很难 我就不想摆盘 没关系 不想摆盘也没关系 那你就把它切小了 全部混到一起 这里面呢 我最要强调一点 就是核桃 我们刚才做那个红薯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核桃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讲一下 核桃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觉得做八宝饭 一定要放核桃 我们说了核桃是一个 润肺补肾 化痰消枝 见脑易智的一个好东西 核桃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我们那个核桃 看那个图片上 都像我们的大脑 就像脑一样 对 所以它是 看中医说 就是它的象形的 腰果它像那个肾的药 是 是 是补肾的 所以这个核桃是补老的 核桃是补老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经常都有一点 小孩子呢 要健脑增强记忆力 中年人用脑过度也要补老 要帮助睡眠 然后老年人呢 狮子症啊 还有 Parkinson啊 那些 也是需要补老 所以这个核桃 我们吃了 过年夜饭 也吃得健康 所以这个里面 这个核桃 我们要注意 这太奇妙了 一点糖都不加 对 一点糖都不加 然后你把那个 碗 蘸了油 把它摆好 然后再把我们 刚才货的那个米饭 糯米饭 放到 你如果是 然后你放一层米饭 你可以放一层辣子 是 放一层干果 放一层米饭 再放一层干果 是 然后最后放完 如果你嫌还不太甜的话 你可以中间留一个空 然后放一点那个 红豆沙在里面 自己做红豆沙 不要放糖 是 你在外面买的呢 有一点糖 那糖尿病的朋友呢 你就吃旁边的 就不要吃芯 是 也是挺好的 就是说一家人嘛 愿意吃甜的吃芯 然后不愿意吃甜的吃旁边的 然后就上农去蒸了 蒸 再蒸半个小时 一蒸出来就是那么漂亮的八宝饭 真的是 我看今年新年 我们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又健康又可口的一个年夜饭 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请刘医师在 除了像我们有这个 红薯饼 然后再一个八宝饭 还没有什么汤汤水水的呢 那可以啊 那我就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过年了我们喜欢炖鸡 是 那我们可以买一点 就是说买三克的党参 在中药房都有卖的 买点党参 买点枸杞 买点枸杞 用三十粒枸杞 然后再买一点黄芯 也是三克 然后买了 我们也可以买点党参三克 然后买来 对一个小羊腿 羊腿 或者对一个鸡腿 然后以次类推 如果你用了一个小鸡 那你就再多加一点用五克 如果你用一只大鸡 那你就再加一点用十克 炖一锅汤 然后 就放这些东西炖 对 放了 然后炖的要好了 你可以放一点淮山 放一点带皮 这就是一锅鸡汤 哇 一个八宝饭 再一个红薯饼 是 那就是又健康又好吃 太好了 哇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刘医师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那我想观众朋友 您听了刚刚的这些 我们有两个甜点 但是这两个甜点呢 都不需要放糖 我想这对我们这个 不管是有这个糖尿病 或者心脏病 这些朋友 或者甚至有这个癌症的朋友呢 都可以不妨来尝试一下 这么健康的甜品 那我们也是 如果您需要这些recipe 需要这个食谱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到光研社 是713-988-4724 光研社呢 你可以来询问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recipe 也就是食谱呢 能够跟你分享 好 那我们这个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有排骨汤 有些人不喜欢吃鸡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鸡吗 都行 都行 我知道有些人他不吃鸡 不吃鸡呢 那你就可以把党参 黄芪 当归 然后你把排骨拿来炖 也是一样的 也可以炖排骨 然后有些人他喜欢吃羊肉 不吃猪肉 那你就炖羊肉汤 当归 但是在炖羊肉的时候 一定要放生姜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好的 对 它可以把它羊肉的味压下来 哇 真的是非常谢谢刘医师 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 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些的资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要结束了 我们这个光源健康原地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礼拜二 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在这个55.5 与您共同分享一些有资讯的这些节目 如果说呢 您有这个任何的建议 请与光源社联络 电话是713-988-4724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也祝您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好 谢谢您 刘医师今天到我们节目 谢谢 也谢谢你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我趁这个机会呢 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光源社 节目组还有光源社的各种义工弟兄姐妹们 真是谢谢你们的爱心和你们的辛苦 让我们休斯顿华人社区受益良多 谢谢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